你不知道等一下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有人編了350萬 要幫你做畢業紀念專輯 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三讀通過的1450條款 他規定 所有政府用預算行銷去買廣告 都要公佈在主計單位的網站專區 陽光透明讓 立法院公佈 法律說 你要公佈在網站上 你也沒公佈 所以我認為 你反1450是反假的 因為1450條款公佈了 你自己都不做 別的縣市都有做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議員苗柏亞 身為關心台灣的納稅人 你一定非常關切 到底我們每年辛苦繳的稅金 有沒有被正確的運用 尤其近年來 大家都一直在討論 政府是不是有很多預算啊 都拿去做大內宣啊 都拿去做造成 都拿去做洗腦 都沒有好好的拿去做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我也跟你一樣 非常關心這個議題 當然很多政府 單位都會說 其實政策宣導 他還是有其必要啦 他這樣講也沒錯 因為政府每年都做了很多事情 都推動了很多福利 那如果都沒有宣導 人民都不知道有這些措施的話 當然很多的政令就會自愛難行 所以合理的政策宣導是必要的 但是不合理的造神大內宣 甚至不合法的政策宣導呢 這就是我們想要避免的 那這中間到底要怎麼區分呢 我覺得有兩個層次啦 首先第一個層次應該是 我們在法律上 是不是有畫出一個明確的最低底線 那其實在我們的預算法 第62之一條裡面 他確實為了 政令宣導畫出了一條 最低最低的法律最低標準 這個法律最低標準是什麼呢 有兩個條件 首先第一個你的政令宣導 必須要明確的標示是廣告 而且呢裡面要註明 到底是哪一個單位出錢的 第二個條件是 你的政令宣導 不可以使用置入性行銷的方式 你不可以去買新聞的版面 不可以假裝自己是新聞 以保障人民資的權利 那當然這兩個條件呢 其實他只是一個法律的最低底線 他區分了合法的政令宣導 跟不合法的政令宣導 那當然在合法的政令宣導之中 當然有很多單位呢 他會把它夾在一起做 比如說一個手掌 跑出來告訴你說 我們政府推出了什麼什麼好坑耶 那這到底是造神 還是合理的政令宣導 這就要靠選民的智慧來判斷了 不過講了這麼多 至少法律的規定 是一條非常具體 而且非常清楚的紅線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用這條具體清楚 而且沒有模糊空間的紅線 來檢驗一下我們的台北市政府 到底自己的作為 有沒有符合法律的規定 市長你今年送來的預算書裡面 我們秘書處有編列了幾種這個很有趣的費用 包括國內外新聞人士聯繫費用 輿情收報服務三百萬 製作市政影片跟圖片有一百四十五萬 還有你的就職八週年紀念編了三百五十萬 這個錢你知道啦 不知道 你不知道等一下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有人編了三百五十萬 要幫你做畢業紀念專輯 這不是市長的畢業專輯 這是八年的一個執政 秘書長我沒有請你上來 我再問市長 我跟你講 細節我都不會知道 好來細節你不會知道 所以 我先來幫你整理的這個表出來 你當市長從二零一六年一直到今年 的期間 你的秘書處編了這四項費用 已經總共 花了納稅的兩千四百萬 你知道嗎 細節我不會知道 不過話來講啦 市政本來就有行銷就有那個 市長那你知不知道 這些兩千四百萬裡面都拿去做什麼 不知道 來我現在給你看一個影片 我認識的阿貝是一個很直帥的男 那他的外表看起來很嚴肅 但是他做事情相當很細心 而且他很尊重專業 所以我覺得市長是一個非常有尊重阿貝 我認識的阿貝是這樣的 因為他是我跟過一時任市長 所以我在跟他這四年相處以來 因為他第一個他沒有私心 所以他大概是在一個市政的營營上 他跟其他市長不一樣 就完全索選機長 寄付著他整個專業上的業務 我覺得阿貝給我感覺是速度 速度 非常快 總共快 做事快 結果快 任何事情都非常快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都影片都用兩倍速播 你第二支播沒關係 繼續播 剛才第一支影片 全長一分半 裡面都是你的政務官在稱讚 你有多棒 接下來這一支影片裡面呢 全部都是你的胡言亂語的私言紀錄 裡面沒有提到任何市政的政策 剛剛那時候 那時候 我現在有跟你一起玩 你看 你可能會打搖請了 我應該要打搖請 你家家就不錯 你也會難哦 我得要怎麼 hell 我今年從今年的 那個 進來是中二點 你不懂你怎麼打算在裡面 我們從今年的節目 不乎乖 你不kn 也不要笑 真的 你各位同學以後 我跟你講 你 我敢先打打打槍 我明白你 我以後你 你太久了 我沒有一個老賤的受透 真的我怎麼能專殺 剛剛那個 違う 我們是 請問市長這兩支影片花多少錢做你知道嗎 不知道 這兩支影片是你有一個專案 在這個專案裡面呢你的花費呢 總共是一百二十萬做了八支影片 其中有兩支就是這種純拍馬屁靈的個人形象的影片 平均一支要十五萬塊啦 你覺得這個錢花的恰當嗎 就是這樣啦 預算就編在那裡 看不出年就酸吧 來 下一個 市長你有沒有買新聞媒體 這個倒是給不要大勝 我們沒有什麼去買媒體的 沒有買媒體齁 來 你看這一篇報導是我的一個選民傳給我的 他說台北市的科技防疫做得不錯啊 及時大數據力大功 市長做得很棒他看聯合報都這樣子報導 市長這一篇是聯合報的報導還是你買的 這我怎麼會知道 那 你不知道是不是 台北市是很少買什麼新聞 全文給市長看看 這個新聞網路上這個新聞 市長你知道這要多少錢嗎 我不知道 五萬塊 你這一篇是五萬塊買的 我們資訊局買的 下一張 有這種費用嗎 雙北一二八零月票要結合台鐵 市長這篇新聞報導 是報導還是你買的 我跟你講齁 你不要誤導 對不對 我們本來就有市政行銷的費用 不是市所有市政行銷的費用 對這個看起來像是報導的東西 你覺得他是報導還是買的嗎 我不曉得 這一篇他沒有標示為廣告 但是他是花了九萬八買的 你現在雙北一二八零月票結合台鐵了嗎 你結合了嗎 還沒吧 一二八零 你還沒結合台鐵你就先花了九萬八 買了一則沒有標示廣告的假新聞 這是報導還是買的 不知道 買的九萬八 下一張 等一下我跟你講這個有一個問題喔 我們不是買新聞喔 我們還是有市政行銷的費用 不然的話你把觀傳局撤掉 市長啊 來我們來看法律怎麼規定 法律怎麼規定 預算法六十二之一啊 你的市政行銷必須要什麼 要明確標示為廣告 而且不可以用自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我剛才給你看的 第一 都沒有標示為廣告 第二 都是自入性行銷 你有遵守法律規定嗎 等一下我跟你講喔 這個是每個局處在處理 我要問 你都不知情 對你都不知情 對 來市長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很討厭1450 你是不是很討厭1450 沒錯吧大家都知道 不是不是 我們立法院 中央的立法院 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三讀通過的1450條款 他規定 所有政府用預算行銷去買廣告 都要公布在主記單位的網站專區 陽光透明讓人民來查詢 市長知道嗎 立法院通過了這個法來對付1450 預算法第六十一條之二 第二項 請問台北市你自己有做嗎 我們到底是怎麼處理 來 我跟你看中央主記總處的網站 明確的把行政院下面所有單位 下廣告下預算買廣告的都列出來了 第二張市長你看我投影片 高雄市政府網站上也查得到 第三張台中市政府主記處也全部公布 第四張 連林芝廟 都全部公布出來了 只有你 柯文哲 台北市 這幾年來 目前我們台北市正在 因為我們還搜集相關機關的資料 那我們正在眼裡 你經常說你最有效率 立法院法律都修了 已經半年了 其他縣市都做了 來我最後給你看一個事情 市長 你知道你當市長 這七年來你已經花了多少錢 在買廣告嗎 你知道嗎 你說那個 如果我們 中央公布法律 我們還沒有做 我們馬上追上去 細節你不知道啦 執政七年 你已經用了三億五千萬 在做內宣了啦 立法院公布 法律 說你要公布在網站上 你也沒公布 所以我認為 你反1450 是反假的 因為1450條款公布了 你自己都不做 別的縣市都有做 然後你說不准大內宣 也是假的 因為你動用了人民的血汗錢公布預算 去拍你個人的形象廣告 拍你個人的造成廣告 跟觀光局在做新聞宣傳 跟行銷的業務 本來就有這個經費 對我沒有Cue你啊 你今天有這個經費 可是你依照法律 你要公布啊 你要公布他怎麼用啊 預算法上面有講啊 我們台北別的縣市都做了 就台北市做不到 最後我時間不夠了 我直接三點訴求給你 第一個 你要依法行政啊 公布預算只能宣導政策 如果你要個人造成形象影片 請你用你民眾黨的經費 用你的政治獻金或你自費去做 你那個錢邊去宣導政策 我完全沒意見 可是不要再做剛剛我放那種 無意義的你個人的形象的影片了 第二個 請依照預算法六十二條之一 去你的主技術網站 去公布這所有的資訊 陽光透明不要輸給其他縣市 我今天訴求就這兩點這麼簡單 做不到的話不是我的問題 是市府違法的問題 時間暫停 第二項我們會來處理 所以呢我以這件事情來去檢驗我們台北市政府 過去七年來在柯P當市長之後的所作所為呢 卻有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比如說像是我就發現 在2018年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編了一筆預算 叫做市長就職四周年的一個政策宣導 這個政策宣導的經費總共有120萬 這120萬之後拿去拍了八支影片出來 我檢視了這八支影片之後 就發現裡面至少其中有三支 一支怪怪的好像跟市政的政策宣導 沒什麼關聯 比如說有一支影片 它裡面的內容純粹呢 就是剪輯了柯文哲在各種形成的空檔裡面 講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話的一個集景 那這些奇奇怪怪的話呢 其實跟我們的市政沒有任何關係 裡面也沒有宣導到任何的政策 可是呢這也算是一支用我們這120萬當中做出來的影片 或者是有另外一支市政府呢找了幾個官員 來講市長的好話 來稱讚市長 在這裡面也沒有宣導到任何的政策 也沒有跟市政有什麼具體的關聯 可是這也算是這八支影片當中一支 那又或者是其中有一支呢 他結錄了非常多在2018年11月24號當中 柯文哲市長很緊張的看開票 然後來跑去看造勢的現場 裡面也沒有講到什麼市府相關的政策 不過這也算一支 好啦或許呢這到底是不是造神 是不是個人形象 是不是都沒有談市政 搞不好有些人有意見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訴大家 在這些影片當中呢都沒有標示是廣告 而且也沒有清楚的標示是由誰來出錢做這支廣告的 所以呢基本上我認為他就已經違反了 預算法第62-1條所定的這個 正常的政策宣導的最低底線了 那是不是在所有七年當中只有這一個案例呢 其實不是他只是冰山的一角 比如說我再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在2018年當時呢其實是柯文哲市長 正在爭取連任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啊 有一條新聞跑出來 他說呢雙北推1280月票 你結合台鐵 這個新聞跑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他是一篇正常的新聞對不對 可是在我調取資料之後發現 原來這一篇新聞呢 是交通局花了9萬多塊的預算呢 去買來的 那這當然就有問題了 首先第一個一個正常的政策宣導 根本不應該採用置入性行銷的方式 那這條新聞用的置入性行銷方式 他就已經觸及了法律的紅線了 第二個他沒有標示是廣告 也沒有標示是台北市交通局出錢的 這又再一次的觸及到法律的紅線了 而且第三個更荒謬的是 其實1280月票在當時並沒有真的結合台鐵 而且到現在都已經過了三年了 都還沒有結合 但是在市長選舉的期間 我們的政府卻花了這筆錢 做了這個廣告 跟人民說1280未來會跟台鐵在一起 欸是不是用納稅人的錢去打一個根本是假的 根本就沒有實現的一個政策 這樣子合理嗎 這樣子合法嗎 或者是在今年的五月份 疫情正在嚴重的時候呢 我又看到了在網路上面有一則 所謂的網路新聞形式出現的 叫做 北市科技防疫力大功 下了一個大大的標題 然後裡面寫了很多我們台北市政府 如何運用這個智慧程式啊 運用大數據啊 做了多棒的防疫相關的事情 欸 可是看到後面我卻覺得怪怪的 一查資料之後就發現說 這是資訊局花了五萬塊錢 所買的一個廣告 而這個廣告呢 雖然它下面有標示一行小小的製作式廣告 但實際上 它又踩到了預算法第62-1條 所禁止的 不能夠做置入性行銷的 這樣子的一個底線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我 盡量的去調閱了二十幾個單位的資料 然後呢盡量的去爬書出來之後 所看到的冰山一角啊 為什麼我會說冰山一角 因為呢 我們台北市政府的各個單位 並沒有把他這七年來所做的 所有的相關的媒體行銷預算裡面的每一個成果呢 真的都交給我看 我所能夠看到其實只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而已 而且柯P當了七年的市長 所有的局處 每年進行這些在國內進行政策宣導的預算呢 是節節升高一直在往上爬的 到底裡面買了什麼東西 買了什麼內容 下了什麼廣告 跟哪些媒體買的廣告 其實我們納稅人都不得而知 當然你會說 是不是中央或是其他縣市政府 也有這個問題 沒錯 確實大家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的立法院通過了一個有進步性的修法 那有一些藍營的國民黨把它稱為1450條款 這是什麼條款呢 就是它規定所有的政府單位 從中央到地方各個縣市政府呢 每一年執行政策宣導媒體行銷預算之後呢 必須要把這些預算 你到底花了多少錢去買的什麼內容 1510的公佈在主記單位的網頁專區裡面 讓民眾來查詢 也就是所有的公開化 所有的透明化 民眾你只要有疑慮 你想要知道你的稅金有沒有被正確運用的時候 你就上到主記單位的網站去看 一看之下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政府花錢買這些廣告 買的對不對 買的合不合理 買的正不正當 那在這個1450條款通過之後啊 中央已經做到了 如果你現在上了主記總處的網站去看 其實你可以看到行政院以及旗下各個機關 他們買這些政策宣導的媒體的內容 那在一些其他的直轄市 比如說盧秀燕的台中市 陳其邁的高雄市 在台中市主記處跟高雄市主記處的網站上 也已經有這些專區 而且專區裡面都有資料 那在一些非直轄市啊 比如說我們的好鄰居好朋友 宜蘭縣林之廟縣長 他也做到了把這些相關的資料 公佈在宜蘭縣的主記單位的網站裡面 那偏偏呢 唯獨我們台北市最喜歡公開透明 最喜歡陽光政治 最喜歡讓人民檢驗的這個柯文哲市長 我們的主記處呢 到現在為止至少在我質詢的時候 都還沒有成立這個網站的專區 所以其實台北市的相關的作為 是已經遠遠的落後了法律 而且已經落後了其他縣市 那在這一次質詢裡面 當然我們台北市的主記處處長也答應我 他會在兩個星期之內呢 把這個網站專區盡快的做好 那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重要 因為現在時間即將要進入12月 我們議會又要來審查明年的預算了 而明年的正好又是遇上了地方選舉年 所以我們當然要認真的做好把關 不要讓這些納粹人辛苦的血汗錢 在明年的選舉年的時候 突然變成了某些個人 或者是某些政黨 或者是某些特定候選人 去造成去洗腦的一個工具 畢竟我們竟然在說 反1450、反網軍、反洗腦 應該不是指反特定某個政黨做這些事情 而是不管你是什麼政黨 不管你是什麼顏色 你坐上了政府的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我們都希望你把稅金正確的運用 我們都不希望呢 有人把這些稅金拿去做個人的洗腦造成文宣 那我是台北市議員苗坡亞 雖然我知道講這個題目呢 其實可能也有一些這個傳統的主流媒體會不太開心啦 因為這等於是黨人財路嘛 但是我覺得這問題真的會非常的重要 所以即使後來 以後可能會因為我講過這議題而被修理 但其實我也願意承擔這個風險 那如果你也一樣關心這議題的話 拜託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在我臉書上按讚 把這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反對網軍 我們反對1450 我們反對用納稅人的錢 去操作個人的形象 這件事情 這個概念其實是應該不分黨派 大家都要真正來落實的 不能夠說你嘴巴上喊說公開透明 嘴巴上喊說打破黑箱 結果你自己的內宣預算 竟然是最不透明 竟然是最黑箱的 這樣應該不合理吧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經過我們強力質詢要求 主記處承諾依照預算法 公布政策宣導預算流向 主記處網站專區 預計在2022年1月31日上限 請各位市民朋友和我一起持續關注 為納稅人的血汗錢把關 如果想要收看我的質詢影片 或是了解其他時事分析 歡迎追蹤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FB 或是加我的LINE 第一時間讓你獲得最新資訊